表内惩罚2 宝贝们,咱们今天呢,依然要继续学习关于惩罚的问题了 一会儿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学习中难点 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啊,在于记忆7到9的惩罚口诀 难点呢,是理解倍数的含义 关键呢,是要学会惩罚的实际应用了 好了,那么不说别的,和我一块儿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我会学艺学 电脑前的宝贝们,大家好 你准备已经注意到了吴老师今天脸上挂彩了,是不是? 可不是我为了漂亮专门贴了一块这么花哨的装饭贴啊 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一天呢 吴老师和家里把人出去玩,玩高兴了,往回所以了 就挂彩了,不小心蹭了一下 那其实呢,吴老师的惨痛经历也提醒了电脑前的宝贝们 咱们呢,不管在玩的时候也好,平常的时候也好呢 再怎么高兴都行,和同学再怎么玩都行 可是一定得注意安全吧,是不是? 要不然呢,你可就得和我一样挂彩了 好了,不说别的,赶紧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吧 再说今天问题之前呢,让咱们先来复习复习已经学过的惩罚口诀,好不好? 我们呢,记忆惩罚口诀呢,是横着记的,是一排一排的记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的惩罚口诀有一句,就是一得一 二的惩罚口诀呢,有两句,是从一二得二开始的,对吧? 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你看,这个得数之间呢,相差的是二 那么,三的惩罚口诀呢,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是不是? 那么四的惩罚口诀就是从一四开始的 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呢,比八要大了一个四 三四十二,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四四十六了 五的惩罚口诀,这个很好记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五的最后呢,他乘上一个数乘上五,对吧? 他的答案呢,各位要么是五,要么是零,这个很好记 所以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了 好,那么关于六的惩罚口诀呢,就应该是 一六得六,二六十二,三六十八,四六二十四 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了 那么一到六的惩罚口诀呢,咱们都记完了 从今天开始呀,咱们要开始记七到九的了 七八九剩下的这三个了,是不是? 那好,赶紧和我一块来看一下 咱们七的惩罚口诀应该怎么记忆呢? 一块来看一下黑板上的,哦,这是白板上的这一道题 赶紧来看看吧 我们来看看关于六的惩罚口诀 刚才咱们已经记过了 原来六的惩罚口诀呢,每两句啊,应该相差的是六 那读出来就应该是六六三十六,六七四十二,六八四十八 以及最后一个六九五十四 这四句口诀,宝贝们,你们记住了吗? 好了,那么现在呢,就让咱们一块来数一数 这里边的小狮子到底有多少只 来,我们来数一数 先横着数吧,这一排有多少只小狮子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小狮子了 那像这样的七只小狮子作为一排的话 它有多少排呢?咱们再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呀,有七排,是不是? 所以这一个时候呀,要计算这里边一共多少只小狮子的话 我列个式就OK了 来,孩子们,列式,同样 咱们先用加法算式来列 七个七三加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七三加 来算一算,好不好? 七加七,这个是十四 十四,对吧? 十四加七,二十一 再加七,二十八 二十八再加七 三十几了? 五了,三十五再加七 四十二了吧 四十二再加七呢? 四十二再加七就应该等于的是四十九了 因此七个七三加等于四十九只 虽然计算的时候有一些麻烦 但只要是咱们这个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 这个呢,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对吧? 那我计算完这一遍之后呢,我就知道了 原来七加七三加等于的是四十九 那宝贝们,你们可不可以编制一下关于它的成法口诀呢? 七个七三加的话,写成成法算式就应该是七乘七 对不对? 应该写成七乘七 那么七乘七就应该答案和上面是不一样 等于的是四十九吧 那所以七七四十九就是这个算式的成法口诀了吧 对不对? 这道题答完,题目就做完了 那么店长前的宝贝们 这一句成法口诀咱们也都记住了吧 是不是? 那么关于七的成法口诀 现在就让咱们一块来记忆一下吧 一块来看一下七的成法口诀 那么七的成法口诀呢 有七字 每相邻两句之间应该相差的是七 首先从一七开始 一七得七 二七十四 三七二十一 这三句啊 咱们就可以从一七呢得到线索了 因为一七得七 这个很简单 二七呢就是七加七等于十四 这个也很简单 那么三七比十四啊还要多了一个七 所以是二十一 四七二十八也比较好做 五七三十五一定要记住五七三十五嘛 对不对? 这个可以帮着和五的成法口诀一块来联系一下 那么六七呢就比刚才的五七又多了一个七了 最后一个七七四十九 这个刚才咱们记忆过 那既然我们记忆了七七四十九 其实你倒过来再推六七四十二 这样的也是很好推的 总之七的成法口诀 有七句电脑像的宝贝们 咱们可得把它都给记下来咯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问题呢 是关于小花猫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说小花猫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像说自己啊 这个今天我也怪财了是吧 那么这个小花猫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说的是下面的小猫咪 脸上的胡子是一共有多少根呢 哎呀 这个时候问的是胡子有多少根 在现实生活中 咱们可能不会关心小猫咪的胡子有多少根 对吧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一道题目里边就让咱们来数一数了 来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吧 现在看看这些小猫咪是不是整的一模一样啊 没错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么每一只猫咪脸上有多少只胡 多少根胡子呢 我们数一数啊 这一边有四根 这边呢 又有四根 所以这一只猫咪脸上的胡子就有 八根了吧 对不对 那么有多少只猫咪啊 上面四只 下面四只 一共有八只猫咪 那现在的话我就知道了 原来是八只有八根胡子的猫咪 对不对 问他们的胡子一共有多少根 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会不会自己来列一个式呢 赶紧自己来列个式吧 我都已经看到了 有的宝贝直接就写出成法算式 真棒 但是咱们也不要这么直接过来 对吧 咱们还是把加法算式给写一下 八个八相加就可以了 八个八相加 那么现在咱们也是一次来计算一下 好不好 三个八相加就是24了吧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啊 16加824了 那三个八相加就是24了 那么这边又有三个八 那就是两个24相加就等于48了 对不对 48还得加个16 答案就是64了 所以八个八相加等于64 那么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会不会把这一个加法算式 改成成法算式呢 你会吗 很简单 怎么改啊 八个八相加 那就改成 成法算式就应该是 八来乘八了 是不是 答案呢 也是等于64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成法算式的口诀 给写出来 好不好 八乘八等于64 它的成法口诀就是什么呢 成法口诀两部分组成 前面是乘数 后面是乙基 乘数就是八八 那么基就是64了 因此这一个算式的成法口诀就是 八八64 好了 那么记住了 这个成法口诀 赶紧让咱们来看看 关于八的成法口诀的记忆 来 一块来看一看吧 关于八的成法口诀的记忆 我们来看一下 八的成法口诀呢 有八句 每相云两句之间啊 还是相差的是八 好 宝贝们 一块来读一遍吧 一八 得八 二八 十六 三八 二十四 四八 三十二 注意了 这两句 三八二十四和四八三十二呢 是孩子们 你们在记忆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两句 一定要提醒自己注意注意啊 五八四十 你看四十是以零结尾的 这个又是和五相成的 这会儿呢我们可以想想啊 关于五的成法口诀的记忆也是可以的 那么六八就是比四十又多八 所以是四十八 七八呢就是比四十八再多八 所以是五十六 最后一个八八六十四 咱们刚才已经记过了 孩子们 那么这个呢就提示我们的是既然一头一尾 一八得八和八八六十四 咱们肯定都会知道 那么中间的成法口诀的话 只要我们熟悉了成法表它的排列规律 其实我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 并不难 你们要把它都给记下来哦 千万不要忘了 数完了猫胡子 现在咱们要来数小炸虫身上的白色斑点了 你看咱们数的东西是不是还挺特别的 好了 问题问咱们的是 让咱们看着这个小甲虫 数一数这里边小甲虫身上的斑点 白色的斑点一共有多少个 来看看 这些甲虫长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每一只虫上的 它们的白色斑点 咱们数一只虫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随便挑一只来数了 这一边呢 这一半有 五个白色斑点 那边呢有一二三四 四个 因此 这一只小甲虫身上的白色斑点呢 就应该有四加五等于九个了 那么聪明的宝贝们 你们也已经知道了 原来这个时候是 九加上 九再加九 再加九加九 加九加九 对不对 一只加到多少个啊 这里边有多少只嘛 是不是 有九只 所以这礼拜如果我要列四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九个 九 相加了吧 对吧 好了 那么九个九 相加 这是等于多少呢 来 一块来 看一看吧 好了 那么它的计算的话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咯 怎么注意啊 你看 这个时候都是九 九来加的话比较麻烦 咱们不如把这些九 全部都变成十 看看我怎么变啊 变 变魔术了啊 看看 把它看成一个十的话 把这个九看成十 是不是 就相当于多加了一个一 对吧 把它再看成十 这就是二十了 再把它看成十 三十 等等等等 我把所有的九都看成了十 那就应该有几个十了 是不是有九个十相加 九个十相加就是九十了吧 对不对 那我能直接说它的答案就是九十吗 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我把它九直接看成十 我多加了一个一 到末了 我是不是得减去我加上的这些一 对吧 每一个九都多加了一个一 所以到最后我应该减的是九个一 因此这道题的答案呢 应该等于的是九十再减去 九个一就是九 对不对 九十减九答案是八十一了 所以它们身上的白色斑点一共有八十一个 那好了 那么既然列出了这一个式子 电打圈的宝贝们 你一定知道我要让你干嘛了 让你把它改成成法算式吧 九个九相加改成成法算式就应该是九乘九了 那么九乘九答案呢和上面一样还是八十一个 那么现在我们把成法算式写出来以后 就应该来编制一下这个成法算式的成法口诀了吧 那我们来看啊 九乘九等于八十一的话 那么乘数就是九九答案就是八十一 因此这个的成法口诀就应该是九九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最后答案一下这道题呢就做完了 孩子们这道题是做完了 那么关于九的成法口诀你记下来了吗 一块来看一下关于九的成法口诀的记忆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九九八十一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把它全部给编制完的话 就应该是有九句 而且每两句之间呢相差的是九 这个应该说是咱们在记成法口诀里边最难的一个部分了 对吧 但其实呀 它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卖个关子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句成法口诀好吧 读一遍 一九得九 二九十八 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 五九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 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二 最后一个是九九八十一 为什么说它的记忆呢是有方法可以找的呢 我们可以利用手指操了啊 来看一下 咱们有十个手指头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找找了啊 一九的话 咱们就从这一边开始弯下第一根手指头 所以一九得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九了 对不对 一九得九 那么二九的话 就应该放的是第二根指头了 对不对 所以二九就应该等于的是 你看 以我这一根被放下的指头为戒 这一边是一 而这一边合起来是不是有八个指头 对吧 所以这边呢代表十位数 而这边呢代表个位数 因此二九十八 三九二十七 对吧 四九三十六 五九四十五了 六九放这边的了 对不对 五十四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二 九九八十一了吧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能把九九惩罚表里边的 这个九的这一行的惩罚口诀的记忆 全部给完成了 并不难 对吧 来赶紧活动活动 再做一遍刚才的手指操吧 好了 那么关于惩罚口诀的记忆呢 到现在为止呀 咱们就已经说完了吧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现在要求大家的就是复习和巩固了 争取呀 要把这个惩罚口诀表 惩罚口诀表啊 被熟 对吧 要熟练到脱口而出的程度才可以呢 好了 那么这个就说到这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题目呢 让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